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投资最容易》的频道 这一集会为大家介绍一个 App 答几条问题,做几个问卷就可以有钱赚了 是否很想听是什么呢?不要走开了 话说自己最喜欢捐洞捐拿 找一些地方如何省下钱,或者可以赚钱 最近找到一个 App 很过人 回答一下问卷就有钱分到 当然,用电话按几个按键,不要期待会赚很多钱 纯粹是,可能你加凍饮,加多2元帮助一下 如果你仍然有兴趣,继续听下去 这一集跟大家介绍的 App 叫做 Google Opinion Rewards Google 的意见反映奖赏 顾名思义,这个 App 就是做问卷 这个 App 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都有 大家可以搜寻这个名字 Google Opinion Rewards 你应该看到的,这个蓝色好像奖杯的 icon 不要骂乱了汇丰银行的 Rewards Plus 那个红色的奖杯 下载了之后,你登记你个人资料 要做 Lock In 的 开始的方法很简单 下载了一个程式,回答有关你的基本问题之后 他们大概每一个星期就传送一次问卷给你 频率可能会视乎情况而不同 当有相关的问卷,你可以做的时候 你的电话就会收到通知 填完之后,你就可以拿到最多7.8港币的 Play 点数 他问你的问题,例如包括哪些标志最好 哪一项宣传最吸引 或者你计划下次旅行去哪里 这些你应该会答到的问题 通常的问题都是两三条左右 全部都选择题来的 你按按就行了,很简单 然后下一个大家最关心的 每次做问卷,会有多少钱奖赏 你每完成一项问卷调查 就可以拿到港币由8.8到港币的奖赏 金额会有不同的 视乎问卷的问题数量 以及回答问卷所需的时间而定 你不需要按某种方式回答问题 而拿到奖赏的 简单说,你最直观的答案 就这样回答就可以了 Google 说,你回答问题的时候越诚实 意见越具参考价值 而你亦会因此收到更多的问卷调查邀请 下一项大家可能想知道 有没有方法令到自己回答更多的问卷 赚更多的奖赏 那便没有的 你只是等通知 他会突然间通知你 有问卷了 那你就24小时内完成问卷 完成了,便会给你一个奖赏 另一项大家都关心的 那如何取得些钱 当你的帳户的账户 每累积港币16元 这个Apps 就会透过PayPal 向你在Google Opinion Reward 电邮上发送这个款项 如果你Google Opinion Reward 的email 和PayPal的email 用同一个email address 那你就会自动在 PayPal Account 里面 收到有关的款项 答完问卷 拿到一些款项 最后会入PayPal 所以你也是要开一个PayPal Account 然后假如PayPal已经有钱 那你可以怎样用呢? 其中一个做法 就通过银行户口 会有手续费 第二个做法 就直接用了它 因为PayPal是电子钱包 有些网上平台 是会收PayPal的 例如eBay 如果大家不想太麻烦 又振花钱 又扣手续费 想直接买东西 那你就可以拿PayPal 里面的钱去买东西 另外有到期日 大家要留意 一年时间 如果你都不够16元 那些就拿不回了 现在给个实例 大家看看 这是我上个月收到的一份问卷 其实三条问题 就是我其中一次 看YouTube的一段影片 就问你的意见 第一条就是 你当时看这条影片 有没有看完 第二条问题就是 其中一个人 就留了一个言 你怎样看这段留言 第三条问题一样 都是说 有一个人做了的留言 你怎样留言 是属于很好 还是很差 那就做完了 三条问题 大家猜猜 答完这三条问题 分到多少钱 等等 是两个一毫二 做完之后 没多久 这两个一毫二 就会进入 reward history 你就可以看回了 连同最近一次 分了七毫八 大家看到了 我大概一个半月的时间 做文卷做了七次 加上十二个五毫八 银马多不多 其实不多 一个月大概分到八银鸡 真的帮你做几次加冻饮 虽然分得不多 但做的东西不是很多 都是用电话按两三下 一年加加买 应该都有$100至$120 我上网看apps 有些人留言 就得到多些 可能其他国家出的货币 或者是问卷 分多些钱 今天介绍 Google Opinion Rewards 到这里 之后 如果找到其他 可以赚钱的渠道 再和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有些心得 或者可以很轻松赚到钱 不妨再和其他观众分享 下次再见 拜拜